就在去年秋天,英国公府和丞相府的人被砍头,行刑台上黑压压的跪了一百多个人,刽子手就像砍菜瓜一样砍那些脑袋,现场血流成河,脑子咕噜噜乱滚,最后刽子手的大刀都被砍得卷了刃。 我这经常打仗杀人的,也没见过这么多人脑袋啊。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砍头吗? 意义徒造反? 这只是其中之一,孟大人知道我找出了多少脏银吗?那都快赶上国库了,一个臣子比皇上都有钱,你说皇上能不勃然大怒吗? 应该的。 孟庆怀现在脑海里已经想象出了他们一家子被满门抄斩的情况。 你说,这英国公府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呀?但凡他把银子给查案的大人意思意思,也能留个后什么的。 那世子觉得多少合适啊? 孟大人觉得一颗人头值多少钱? 人命最值钱了,寒山兄弟前一阵来找我说想做丝绸生意,当时我给找了一间铺子,我觉得不够。 这江城的商人鱼肉百姓,沆蟹仪器,早该整顿了。 我看就让寒山兄弟把这江城的丝绸生意都接手了吧。 另外,我再出五十万两银子的本金,就当是给他新婚贺喜了。 我说,现在我们怎样做了一家银子的东西。 我说,这小银子是最值得的。 这小银子是最值得的。